我觉得我女朋友样样都好 我是真打算跟她结婚 人家最大优点就是看得上我 真的 她很坦诚 我很虚伪 第一次见面她告诉我 我有一个毛病 我喜欢喝酒 我说太好了 我最喜欢喝酒 其实我完全不能喝酒 所以我很痛苦 每次跟她约会 我都感觉自己在陪客户 没过多久我就琢磨 得干净跟她表白 再不表白我身体实在扛不住了 我说 你已经把我的心偷走了 能不能把我的杆还给我 其实我很清楚 我们的感情到了什么程度 就去年我们一起看了一个电影 叫《少年的你》 大家看过吧 看电影的时候 我特别轻描淡写地问过她一句 你看我像易烊千玺吗 她也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说 我和你的感情 还没到能开这种玩笑的程度 我知道一起生活很难 我睡觉空调最低调到25度 再低我就会感冒 她睡觉空调最高调到24度 再高一点她说她会中暑 我感觉这一度的差距 可能就代表着我和她之间 那种无法调和的矛盾 但我愿意为了照顾她 每次都把空调调低一度 这就是我对婚姻的觉悟 我以前是个贵员 当初那个时候 我就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 我一直以为银行 是把我当行长接班人来培养的 领导带我进柜台的时候 我以为只是带我走个过场 没曾想我一进去 身后的大铁门锁上了 给了我一套航服 一个编号 每天就过着在封闭空间里 被摄像头环绕的生活 喝水吃饭上厕所 都得打报告 我还问里边的前辈 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前辈说不一定 一般都要三年起步 表现好点 也有两年就能出来的 可是我学金融的时候 哪能想到我每天处理的 都是这些 我给你们念念 我当时每天的课表 投资学 财政学 货币银行学 唯一的人文课程 是近代风云人物专题 学完这一套课程的人 脑子里只会有一个想法 我被这个世界选中了 睡在我下铺的两个兄弟 一个想当中国的索罗斯 另外一个想当中国的巴菲特 我每天晚上企业 都不敢有动静 生怕惊动地脚下 这两条金融巨额 当然我们还有一堂 比较实际的课 叫证券市场分析课 内容就是研究中国的 A股市场 索罗斯跟巴菲特 每天雄啾啾啾啾地进去 一看就是要做空 中国的A股市场 那节课老师还会 带着我们一起炒股 区别是我们用 十万块钱虚拟资金 老师高风亮节 拿出了十万块钱 真实的私房钱 这就使得那门课 特别有教育意义 前半节课是一起学习 证券市场基础知识 后半节课是一起 劝老师不要太在意 那些证券市场基础知识 一定要认清自己 我学金融的时候 就没有认清自己 当鬼员还是没有认清自己 好在参加了脱口秀 终于认清了自己 我以后就要 踏踏实实创作 安安稳稳做人 谢谢大家 我是Apartment Apartmen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